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五几年就是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苏莱曼大帝时代的时候 这个建立起来的一个街区 苏莱曼大帝就派了他们牧船的海军 把犹太人就接到了伊斯坦坡 然后就在这边这个区域就开辟了一个犹太人的居住区 然后在这个对面这个坡上面还专门给他们建立了 开辟了一个目的专门来埋葬犹太人的 因为在穆斯林的传统 古兰经里面 犹太人还有基督教人 他们是被布兰经认定为是一个遵守法的一个顺民 所以他们在这个奥斯曼帝国的 他们是就是除了当政府机关啊 还有税收啊 他们不能够不能够参与的话 其他的他们就除了上 他们都有上岁的啊 信教啊 就相当的自由 经商的自由 那这个街呢 它就是主要就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 那么这么多年呢 它现在就变成一个历史文化区域 现在也是非常热闹 这个地方这条街上有 有 有 穆斯林的清真寺 也还有东正教堂 还有犹太教堂 那这个 古兰经里面 它是这个 犹太人的一个聚居地 当时的时候 这个在犹太人的这个心目中啊 把这个古兰经里面 称是为到达应许之地之前 的最后一站 就是到达应许之地 就是这个以色列了 那很多人呢 就是说要通过这里 再去到这个 再去到这个 加沙 那个有一些人走不成呢 因为这样原因 那样原因走不成 就定居在这里 然后呢 也埋葬在这里 所以 每年又大批的这个犹太人啊 还有一些有背景的 有一些 我对历史感兴趣的人 到这儿积极 然后这儿一带餐厅也多 对面的那个呢 就是 Lakash Tape Lakash Tape 它就是 Tape就是 Po的意思 Lakash就是 大师的意思 特别是在伊斯兰 这个 土耳其的这个文化里面呢 Lakash呢 它有工匠的意思在里面 有艺人和工匠的意思 但是普通的艺人 它的工匠 还不能称为这个 Lakash Lakash呢 它就是 相当于是大师的意思 后来当时可能就是很多这个工匠啊 艺人啊 居住的 聚居的地方 就是 这是一个 非常多的古老的房子 看这房子很老的 古老的了 它这房子都是有 155几年到现在也有500多年的历史 但是不能说500年的历史 但是不能说有些因为年代太久 它又要重复修 但是它这个 它这个风格啊 就是那个时候的风格 我们再往前面走一点 这是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应该是属于东正教的教堂 前面有一个那个属于是这个犹太教堂 这个应该是东正教 因为这个有希腊制 我是要说 据说这一带有一个有一个有机集市 我要去过去派一趟 这也是伊斯坦布的一个网红地 很多就是画廊 很多人到了在来打卡 这就是比较安静一点的这个街区了 这房子都是比较老的 比较传统的老房子 我喜欢这贝街 这贝街就非常舒服 人少 然后房子又老 OK 回到原点了 这还有一个 从背后来看 它是像是教堂 但是土耳其有很多教堂 是穆斯林这个 到这儿以后 就是很多教堂就被改造成了清真寺 那我觉得这个前面那个上面顶上的那个金塔 这个穹顶上面那个十字架 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这个轻的教堂 如果不是教堂的话 它那个十字架肯定就会拿下来 这是教堂 刚才看到背后看到了教堂 然后这就是隔壁 近隔壁的清真寺 这是刚才是1835年建的 这是1952年建的 这个区的一个特点 这个区的它的清真寺比较少 这个社区就这一个清真寺 好像远处山顶上还有一个 它是比较少有的这个非穆斯林社区之一 第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巴拉特 一个是巴拉特主要是 这个热拉亚人意大利人在来 也有一些犹太人 但是这儿的主要是主要是犹太人的位置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当初是犹太人 现在已经杂居了 但是呢穆斯林呢 还是倾向于在穆斯林聚居的地方 这个集市没看见 这个从对面来看就看得清楚 清真适合了这个教堂 好像是犹太教堂 这两个教堂连在一块的 比较这也是一个土耳其的一个特点 就说明它这种文化 还是有一定的包容性 再说这个穆斯林 因为它那个古兰经上有这个 有这样写着这个 这个基督教犹太教 特别是犹太教 他们认为是第一顺民 犹太人是第一顺民 所以说这个 穆斯林 他是正统的穆斯林 他是认为 他们对这个基督教犹太教 他是有协议的 所以他们 还是有一种包容性 他的这个街鞋 不像我走的这两条街子这么小 他里面还有很深的地方 还有那个坡上也有一些比较景点 可以看到整个博士普鲁市 但是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就不去了 欢迎大家如果到伊斯坦布尔的话 可以来这儿来逛一逛 来这儿这个美食街上坐一坐 来走一走看一看 然后美食街上坐一坐 也是挺好的一种享受 古国地图显示的这海边 这儿有一个这个集市 中日集市 但是我今天来了 没看见有一个集市 但是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说 来到几次都无所谓 他是很文艺的一个街区 很古老的很文艺的